新华两岸快乐平 大家好 我是李璐 有这样的一座城市 它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历史绵长 人文汇翠 它是国家中心城市 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 它就是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它就是开放之城 机遇之城 也是广大台商台青 寻梦助梦之城 广州 12月4号第二届 海峡两岸网络新媒体大陆行 即第七届台湾青年岭南行活动 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启动 这是两岸优秀新媒体人的一次聚会 更是一次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 深层次多细节展现广州城市风貌的 沉浸式联合采访报道活动 当前 广州正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落细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以更高的政治站位 和更强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 加快推动 碎台两地走深走实 走近走亲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 广州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 特别针对台资台商群体 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措施 持续推动碎台两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实现双零 台胞零感染 涉台事故零发生 双拳 台企全副产 服务全覆盖目标 国家的希望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通过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网络新媒体大陆行 两岸新媒体人的视角呢 可以清楚的看到 广州啊 对于青年工作不仅高度重视 并且呢 深耕多年 成效卓著 广州率先制定广州六十条汇集台胞措施 汇台暖起新十条措施 实施支持港澳台青年来岁创新创业武乐计划 建成三家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首家一站式综合性台湾青年服务平台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九市联署 台湾青年粤港澳大湾区行动框架合作协议 为台湾青年来岁学习生活工作提供良好条件 创造优越环境 近三年来 广州新增台湾青年创业项目将近120个 新增台湾青年创业就业实习人员将近2000人 已经成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增长才干的摇篮 成就事业的福利和实现梦想的热土 今年以来广州继续积极克服各种不利的因素 全力支持台湾青年来岁创新创业 通过举办青创大赛整合服务平台 强化基地建设 形成工作合力 创新交流交往等方式方法 持续推动岁台青年交流活动 促成两岸青年加深互知互信 增进友谊友情 在第二届海峡两岸网络新媒体大陆行计 第七届台湾青年里南行活动当中 两岸新媒体人围绕千年商都 里南文化革命策源 改革开放等四个主题活动 进行了参观和采访报道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商贸中心 广州不仅拥有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更具备现代城市文化的包容性 这样的广州已经成为越来越多 台湾友志青年追梦 祝梦圆梦的大创业平台 和精彩的人生舞台 新华两岸快乐平 我是李璐再会 road 真的 Jewish 祝梦 对 真的 诞交 三岸之 氨 永乐